为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处伤感而出自回忆的精神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为中国合伙人演唱的片尾曲《光阴的故事》 仔细听来不能发现这三个人唱功其实还不错 我那个歌相当不错的 很多歌手都觉得我是演员里头唱歌 唱歌唱的算是还可以的 我如果唱歌就属于抒情歌类的 就是类似于张国荣这种 我的中音比较好 自夸归自夸 还别说人家佟大为和黄晓明都先后发行过自己的个人专辑呢 就请了姚前老师来帮我做了一张专辑叫《大世界小作为》 大世界 小作为 就像黄晓明讲英文落下心理音音一样 佟大为在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时也有心理障碍 如果要说不做歌手不去发唱片我还还比较喜欢唱歌 但是做歌手确实挺难的 我记得当时发唱片07年 跑了一个多月多月的宣传 我感觉比电影宣传什么电视剧宣传累多了 因为每到一个地儿 就当然电影和电视宣传也一样 要说一样的称苦的话 但是那还要唱歌 与同大为相比 如果除去那首备受争议的英文歌 已经发行过两张专辑的黄晓明 关于唱歌的记忆还算是美好 就是打心眼里边喜欢唱歌 所以有契机人家愿意帮你出歌 那就出了 就这样子 眼泪落在风里 虚我一生难忘 转眼见多少春秋孤独首长 Everybody's loving it Everybody's fucking body 如果在梦洞 我就在那里呈现 Everybody's loving it Everybody's fucking body 当然 在近年参演的大部分电影中 不管是主动请因还是临危寿命 喜欢唱歌的黄晓明 没少在电影里过足影 其实大部分人都喜欢唱歌 有些人敢唱 有些人不敢唱而已 那我们做演员的 就有机会把它唱出来 真作假是假当 这半点风声 命运却留下指纹 爱你却不能过问 把口喝吧 大声要喝吧 难得是快活 那又如何 皮肤就是我 为真口气而活 光过了天地里 要不让我和你 所有故事发生 都在有情水月里 风吹过雨几下 泪波渐渐清醒 让过去就让假动 黄晓明和佟大为 虽然唱过不少歌 也发行过自己的专辑 但是除了对 自我唱功的肯定外 他们俩一致推崇的麦霸 不出意外 就是他 邓超多适合舞台 我觉得他的台风非常好 他的性格特别属于舞台 孙利都说他 像他上舞台之前 应该吃点镇静的药 就让他稍微别那么兴奋一些 凭借和雨几的这场精彩表演 邓超在唱功和舞台表现力上 都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但是提到这场 让人充满激情的表演 邓超本人却是云淡风轻 去只是帮朋友的一个忙 然后我也很紧张 我怕拖他们后腿 因为我不是歌手 我只是一个演员 然后我希望 我希望能帮到他们 然后我不拖后腿 还有一个就是 我媳妇喜欢我是歌手 演而优则唱 一向是演艺圈明星的 一个固定动作 但是颇有主见的邓超 却是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还没有找到 表达自己的音乐 所以我也在等 就是说他也可能很快 可能是下两个月就出来了 也可能是三四年五六年 因为我很重视 就是我重视的东西一直在做 但是不一定要推出 你最后预定的爱能够感动天地 只要存在岁月中相遇 我看透你的思绪 让谁要把我一个人来 为梦而生 为梦而活 天空还活 如何选择 只要坏了 就没有错 为梦而生 为梦而活 光明没落 对自己说 我来决定 我是什么 流水的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三个 无论音乐也好 电影也罢 只要与青春有关的美好 我们都应该记住 引用佟大为在戏里的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 咒文终将会刻在我的额头上 但我会努力不让它刻在我的心上 聆听着黄晓明 邓超 佟大为 这三位主演 对于青春故事的讲述 无论你以哪种形式 心里青春 都请铭记这些 与光阴有关的故事 为了我们班同学的荣誉 然后冲出去打群架 每次在外地 我都会点一首《爱是永恒》 然后把电话打通 唱给我老婆听 他有点烦 有点不是那么招人喜欢 就像我一样 但至少我承认 就像他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 伤感而出自 回忆的青春 我会变得到 我就是 要是